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网友虽然说难道是类MOU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立法委员江启臣 大家好 以及新光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 大家好 本土新增区的病例今天稍微下降 可是还是有76000多例 而死亡的病例暴增到了144例 而中南部看起来确实是在上升当中 台中和高雄今天都破万 显现出一个北部区广 可是中南部开始逐渐向上攀升的趋势 而另外来看到中重症的个案 今天中症新增291例 重症是122例 死亡个案当中有一个9岁大的小男童 到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他有咖啡色的呕吐物 急救30分钟仍然无效死亡 他快筛是阴性 可是PCR是阳性 从呕吐到死亡只有短短的两天 那么目前儿童的重症已经有30例了 以脑炎最多有15例 当中有5个人不幸身亡 不过其他的10个人在急救之后 病况改善脱离险境 而在家中不幸死亡的有4例 目前总计儿童已经有13例的死亡个案 另外今天卫福部发了LINE群组的简讯 要告诉大家最新的累计确诊数字 可是很多人看到吓一跳 我们已经有1130几万人染疫了吗 原来竟然是答错了 后来赶紧紧急发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更正版 其实只有219万人染疫而已 网友傻眼说每天报数字 竟然还会报错数字 会不会太夸张了呢 另外今天在指挥中心记者会外头 前卫生局长杨志良跑到这边去 踢管抗疫政府草菅人命 而陈忠部长在里面开记者会的时候 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如何回应呢 我们来听陈忠部长的最新回应 有政有疫情指挥中心 会折腾你们这些死老百姓 这就是陈子忠 这就是蔡英文 这就是苏贞昌 部长想请教一下 其实在目前记者会当下 其实现在外面就有很多抗疫活动 包括前卫生局长杨志良 可能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 包括可能草菅人命等等 想问说对于这些抗疫活动 有什么回应吗 谢谢 基本上它是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环 跟我们这个疫情基本上是无关 我也不回应 本土疫情进入高原期 也呈现北降南升的发展态势 只不过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死亡人数 光是五月份台湾已经有1300多人 死于新冠病毒 那么医师潘建制就颇文说 要逆风渐言 他指出四月就估计台湾在两个月之内 至少会有2000个人染疫死亡 认为应该要升级到2.5级 来争取时间 让老人小孩都接种疫苗 加上快筛跟口服药的派送流程 能够完善 那才有本钱谈共存 而张华县医师公会的前理事长蔡明忠 也痛逼政府 让台湾缺疫苗 缺快筛缺药品 说好只是轻症 结果民众确诊 却找不到资源帮助 但是有些特权人士 却有专人道府PCR 而抗病毒药两个多礼拜 也才给到了10% 他跑红政府是没有预警部署 没有超前准备 难道不该给民众 给医护人员一个道歉吗 李文 大家难道忘记了吗 去年死了800多位 陈时中怎么讲的 陈时中说干我什么事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当去年我们到了三级警戒的时候 走了800多个人 因为染疫确诊死亡 整个社会就已经觉得 我们不应该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让这么多人往生 而今年说要正常生活 与病毒共存之下 短短一个月 就走了比去年更多的人 1300条人命 这要发生几次 泰鲁阁的意外 才会死这么多人 那现在疫情还在居高不下 连医护都出来 叫陈时中要道歉 道歉就是表示说 你必须认错 你必须认真的去面对错误 彻底的检讨反省 后面的疫情 不要再一直错下去 那如果你觉得你都没有错 我们怎么期待 后面的防疫会改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五月以来 已经有1300多人死于新冠 专家炮轰 政府没让高危险群的老人 和小孩完整接种疫苗 快筛季和特效药不够时 就全面开放与病毒共存 才会造成超额死亡 原则上来讲 它的这个不应该出现超额死亡 因为Omicron 它本身它的这个死亡率 应该是万分之三左右 指挥中心他们说 他们整个统计 全部的统计起来 大概是万分之六 那万分之六还是比万分之三多很多 确诊的死亡是800个 但是到最后呢 我们用这种超额死亡的算法来算出来 其实是5000个 大概有6倍 开到大概10% 不过以我的估计 台湾的高风险病患 在所有确诊的人里面 大概至少有20% 连情绿民调都显示 有五成七的民众政维 今年疫情大失控 更有六成四的民众政维 政府的防疫比去年还退步 我们的准则永远是跟着病毒后面跑 没有超前部署 超前规划 真的是欠人民一个道歉 这不是道歉给了事的 这是杀人罪 说新冠是流感的人 很双手沾满鲜血 他们是帮凶 政府防疫严重失职 却连监察院都不敢调查 百姓只能自己承担染疫风险 事实上的确有很多的专家 都在事先不断的警告 像这种毫没有准备的与病毒共存 真的只是让百姓白白送死 果然一个月之内走了一千三百名 这还不够惊悚吗 还要说我们防疫成功好棒棒吗 我们来看到 Omicron不是说只是流感吗 大部分的人都是轻症 是没有错 但是为什么台湾的致死率这么高呢 远远超过我们的邻国 但难道台湾的医疗水准很差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而且包括像刚刚医生也在讲的 这些还是没有把黑数算进去 如果把黑数算进去的话 我们的死亡数更是惊人 你去看看那些真的在台湾火化掉的尸体 有多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潘医师就说了 四月份就已经讲过了 一开始就说了 台湾两个月内至少两千人会染疫死亡 他真的没有讲错啊 一个月就已经一千三了 所以潘医师说 他逆风反对共存 建言至少要升2.5级 争取时间 让老人小孩打疫苗 准备快筛口服药 派送的流程完善之后 再来谈共存 难道讲的有错吗 的确就是发生了这些种种的问题 才会导致台湾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疫情 这么严重的灾情 蔡明忠医师工会理事长也说 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 而且台湾很有钱 也给你八千多亿 然后开箱才发现说 夸要抗疫的成绩根本就只是流于肥皂剧的专家学者 我们一再的提醒政府都充耳不闻 民众的苦痛就源于没有能够获得有效的帮助跟治疗 政府做不好的 全部推给医护去擦屁股 蔡英文 陈时中 真的欠民众一个真诚的道歉 这说起来 真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 好 结果呢 去年的疫情不是死了800多个人 大家就已经觉得不应该了 好 所以陈时中就被监院 有人去检举了 就被监院立案要来调查事件 包括你今天高端 为什么从头到尾 我们的指挥中心像是高端的销售 包括你疫苗到底买了多少钱 这中间你全部黑箱盖牌 难道不应该调查吗 这里头到底有没有图例 你整个疫苗采购的整个流程 荒腔走板 早在前一年底 就应该拿到的疫苗 一直拖到疫情严重了 疫苗都还不来 然后郭董等人热心要帮忙 一开始还被你们七组八党 那这些过程通通都不透明 还有 三加十一的决策流程到底是什么 谁该负责 难道这一些监察院都不能够调查吗 苏贞昌说 监远 约谈成时中是不道德 而且不厚道 你们才是不道德不厚道吧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 你所有的执政 掌权者都应该接受监督啊 你能不能够监得起考验吗 不可以说 不可以批评 不可以感动 你如果批评你就是阿公的同路人 真的是台湾已经走火入魔 走中的太严重了吧 今年疫情超过一千三百人死亡 我们的儿童死亡率居然是日本的十倍 韩国的八倍 难道这中间没有人为的疏失吗 事实上今年监察院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静悄悄的 我们刚刚讲监察院立案调查 是去年的事情 所以赖史保就批评了 监委根本就是自我阉割 坐领高薪嘛 的确有很多监委是护航啊 而且专门打那一些敢去调查 立委高官的这些检察官们 所以我们的监察院也早就已经堕落了 那台湾所有应该重要的 关键的民主机制 国会 司法 监院 通通通通通都已经停摆 都发生严重的问题 整个全部通通都失灵了 才会看到掌权者这么的傲慢跟烂权 那结果呢 受伤的 牺牲的是谁 不就是我们一般的百姓跟选民吗 所以下次投票的时候 我真的是大家要放聪明一点 眼睛要睁大一点 立委刚刚提到说 高端在过去有一些起人一斗的地方 不过现在又传出了一件怪事 先前高班副董陈灿坚创立的福佑达 火速取得了唾翼快筛 福吉美的进口许可 也引发在一党的质疑 但没有想到原本卫福部在 Omicron高峰期EUA的这个唾翼快筛呢 现在居然被这个立委踢爆发现说 在原厂的说明书上 说他可以验出的这些变种病毒当中呢 竟然不包括了Omicron变种病毒 因此在党立委要求卫福部踹供 而面对质疑的声浪 卫福部次长薛瑞源竟然状况外 还说要去看看当时他送的是什么资料 而罗炳成立刻救援说 阿雅一切要等指挥中心来回应 极美唾液快筛试剂 说明书就有明确指出说 没有办法验出Omicron 然后质疑说指挥中心把民众当成冤大头 要取得这个EUA的话 那就是要送到食药署 那食药署除了审查他的这一个技术的资料之外 那还会做这个测试 所以说我们事前有知道说 这个没有办法测出Omicron吗 这要看当时他送的资料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资料是什么样子 这个他的意思再了解一下了 你刚刚讲的说明书是不是如此 那当时送的资料是怎么样情形 那食药署再整理清楚 我看CDC再作为回应好了 好 罗炳成立刻救驾说 等等让指挥中心来回应 而指挥官陈时中刚刚在记者会上也回应了 他说以前的访单不会出现新的变异株 不然就变成未来世纪了 那么也说呢 这个根据这个法规的规定 申请药品的进口其实要减负四种的文件 那么有一项就是这个药品说明书 也就是访单 而福吉美只有拿到澳洲的EUA 国际上是完全找不到福吉美 可以用来筛减Omicron病毒株的任何相关资料 我们要请教一下江委员 所以说食药署现在看起来就是食药署批评的 好像也没有开什么专家会议 那当时他批准这个福吉美的拖曳式 这个试剂可以进口的时候 难道看到福洋达这三个字 就不用看原厂说明书了吗 我想这就是从去年 我们记得在那个疫苗的EUA的时候也是一样 看到高端就反正就呵护背脊 然后无为不至 不管是送件的时间审查时间 都经过精心安排 然后快速的通过等等的 那同样是其他的这些试剂也好 疫苗也好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国家是有标准的 那不只国家有标准 这些厂商我相信也有标准 那刚才里面这个我们的这个 你刚刚讲陈子中他也提到说 这些试剂他或许一开始不是针对Omicron 所以他自己当然 他自己如果里面也都有写说 他没有办法撤出Omicron 那你这个威务部要用的时候 就算你要征用 就算你要让他可以贩卖的话 你也要告诉民众说 他基本上是可以检涉得出来的 怎么会现在人家质疑你的时候 你连打都打不出来 然后威务部的次长还嗯啊的 然后还要这个开记者会的发言人来帮你救援 然后还要再叫CDC出来讲一次 这不是开我们的玩笑吗 我们多少人啊 现在是在等那个快筛啊 尤其是那个小朋友的那一部分 然后你跟我们讲说 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你搞不清楚状况底下 当初我们也踢爆了说 浮游打这家公司就是有问题的嘛 不只是这个副董事跟高端有 这个高端的副董 那更何况他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充满了质疑 我们当初在立法院也都提出来 结果你也给他允许的 你也给他EUA 你也让他可以来贩卖的 那现在人家把当初他自己的说明书说 他没有办法验出Omicron 然后你回答不出来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在除了护航之外 有没有图利啊 所以我才讲 你今天不是说你为不不要讲清楚 你可能检调单位 在这么这样的情况底下 简单的话要不要去查清楚 如果你不查清楚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事情我们从立法单位 从立法院来讲 我们站在监督的立场 我们把所有相关的质疑都提出来了 其实这时候真正应该要去调查的 是我们的司法单位 检调单位 因为你要靠我也不不出来讲清楚 我认为不可能 因为如果他真的要护航的话 他不可能说我把他讲清楚的 他只会掩盖跟掩饰 而且找一大堆理由跟借口来跟你讲 更何况现在的指挥中心 他是大到没摸 大到可以说比总统还要大 他说了算 甚至有时候他讲的总统还不敢说不行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民众的权益在哪里 我们总是要知道说 我们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试剂 因为这个检测如果不准的话 或者没办法检测的时候 那不只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安全 其实他对我们的防疫 是构成另外一个很大的破口 所以陈时中部长 这个恐怕不是你嘴巴讲的说 什么未来是不未来是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要把过去这个事实 查清楚的问题 请检调单位要下去查清楚 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 博民党的秘书长林喜耀 昨天在中常会报区 他说这段时间 政府包括了这些快筛 儿童疫苗 抗病毒药 都被扭曲攻击了 要求党公司要协助对民众说明 问题是到底是谁被扭曲攻击了呢 那么就被发现说 蔡其昌的特助蔡明昆 在脸书上散布了图卡 那么攻击说台中市 到现在只打了7200剂的儿童疫苗 可是事实上台中早已经打了 77000多人次了 施打率有46% 那么就被踢爆说 这图卡是个假消息 然后呢 结果呢还被发现说 他是不是偷偷删文了 那么台中市警察局就认定说 这恐怕是已经符合了 恶假害的要件了 好 先前郭彦君只是因为 和医护友人的对话当中 有一句很多孩子就这样走 结果苏贞昌院长跳出来说 这个要马上查办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辉文哥 那这一次蔡其昌的特著被人家发现 可能是散播假消息 有名字 有实际的图卡 都有这个证据在这边 那我们最痛恨假消息的蔡总统 苏院长会不会查办 要看是谁 因为是蔡其昌委员 蔡其昌委员他比政力稳大 也比江启臣大 那是立法院副院长 那为什么蔡其昌可以当立法院的副院长 因为他是新潮流的 讲完了 他有什么特殊的 在立法院的特殊表现 让他当副院长的没有 是颜色对了 派系对了 就会有位置坐 那为什么民进党的秘书长 会有这样的感慨 因为官方朋友很快就要投票了 刚刚政力委员也提到 这个11月26就要投票了 你看到很多很奇怪的现象 同一种快筛 同一个韩国牌子的快筛 去年申请过不了 今年换人申请就过了 那我们刚这个江委员提到 那个高端的疫苗 现在韩国他要开放 打高端的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没有拿到WHO的认证 那高端什么时候 能够拿到WHO的认证 高端的二期的完整报告交了没 这现在也是没看到 那高端他去年成功要做三期 现在已经六月了 一年都快过了一半 那三期什么时候做呢 我希望大家继续去追这个高端 这是之前联合报的一个新闻 这个殷系说 陈时中不选等同防疫失败 所以殷系 这是一个派系 那谁是殷系 陈明文还是罗志正 要报上名来 那为什么陈时中 对不起 陈时中不选 为什么这是防疫失败呢 这是什么逻辑 那我请问你 那如果陈时中参选 就是防疫成功的 观众朋友 你自己想想 我们防疫有成功吗 你看民进党拍这什么影片 这是之前拍的 给我陈建仁出来拍 台湾会再度成为世界的防疫典范 防疫典范是什么呢 你全世界看不到 用安全帽在排队 这在屏东 为什么要用安全帽排队 安全帽在排什么呢 排演唱会吗 在用安全帽在排队 在排疫苗 这是上礼拜 也在屏东 突然下大雨 大家站起来 排队 在排 排成这样子 安全帽这样子排 下大雨这样排 蔡总统问他的幕僚说 有人排队吗 他问张敦涵说 有人排队 他打电话问 有人排队吗 蔡总统你问这什么问题 这是你的故乡 这也在屏东 这在防疗 你问说有人排队吗 我也想问你 那有人排队吗 你在当什么总统呢 你怎么会去问说 人家国外的快塞 是免费 其他国家政府 是免费送给老百姓 拜托老百姓去塞 那我们还要排队去买 人家疫苗是早就打了 然后我们是父母的要去排 排队大家跨县市去打 然后你说有人排队吗 你问这什么问题 然后你还跟我讲说防疫成功 所以主持人我的结论比较抱歉 因为你今天有两位国民党立委 一左一右 我都有压力 我讲句实在话 如果这样子 民进党这样子排口罩 排疫苗 排快塞 如果年底 国民党还是选不赢 那我就恭喜民进党了 这么多人在排队 难道只有投给韩国瑜都要排队吗 投给蔡英文的都不用排队 然后你被民进党这样执政 从中央到地方 屏东是谁在执政 屏东长期都是民进党在执政 你过来这么辛苦 你投票还要投民进党 那我也交代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逼着你去投国民党 其实国民党有些人我也投不下去 这个我知道大家的无奈 但是我只想问大家一句 民进党的防疫有成功吗 好 请大家自己好好想一想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确实整个疫情还在高原期 那么专家就预估说 端午结果后 疫情有机会开始下降 不过国内在昨天又新增 有两名婴幼而不幸身亡 那么学者呼吁说 应该要精准投药改善医疗量 否则恐怕到了七月份 单日死亡人数可能会高达两百例 翻途疫情仍在高原期 五月三十号才降到六万多例 六月一号增加为八万八千两百四十七例 较前两天暴增近三万例 专家预估台中高雄台东彰化 因确诊率较低 染疫人数恐会上升 但已有八个县市疫情下降 专家黄高斌也预估 如果没有其他变种入侵 北北基应该不会再大幅回升 应在端午连加后下降 最快六月底恢复正常生活 但有专家却看法不同 国内死亡案件人多 领口长跟副院长邱振循认为 即便放宽解割标准 但专则病房多位年长者 许多有共病 下转流程不顺畅 难以空出病床 让致死率难以下降 工会学者陈秀希则认为 致死率还要在两到三周才会下降 需精卷投药改善医疗量能紧缩 否则七月上旬 单日恐增加两百人死亡 抗病毒药用的有效 那医疗能量有办法调整回来 死亡就会跟着下降 九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 台湾从三月到五月 全国的染疫率是百分之九 那么他也预估说 到了染疫率超过百分之十的时候 应该这确诊数字 就可以开始往下降了 不过李宾颖医师认为 百分之十可能是疫情的顶点 可是要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准 那要等到染疫率高达百分之二十 到百分之三十的人 都感染之后才会有可能 好 问题是李宾颖自己也强调说 其实目前其实有很多的黑数 通通都没有被通报而已 好啦 那实际的感染人数 可能会更多 今天卫福部发出来的 不小心答错的讯息当中 告诉大家说 一千多万人都已经染疫 那不是早就应该解封了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副院长 所以说台湾现在 是不是其实应该要开始 脱离高原期 因为还有很多黑数 那距离这个百分之十很近了 是的 我想目前可以看得到 这整个流行曲线发展的状况 跟我们之前的预测 非常的一致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曲线 我之前也提过 跟纽西兰很类似 就是它进入到高原期以后 六到九万之间 会盘旋一段时间 然后等到这个 我们的人口里面 一定的百分比的人被染疫以后 因为病毒要再染疫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遇到传播磁滋期 就是说因为一部分的人染疫 它就恢复以后会有抗体 再加上我们有人打完三剂疫苗 抗病毒药物等等因素 就会让病毒在我们社区中 要再大幅的去感染的 这个困难度就会增加 所以媒体把它称为撞墙期 就病毒的撞墙期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当这个高原期上来以后 到达现在已经大概九个percent左右 可九到十个percent大家不要忘了 有一部分是未通报病例 就是媒体所谓的黑数 可能这里面也占一部分的比例 换言之我们在这个高原期 可能真正的染疫的人数 可能就是在15到20之间 15到20之间 可是当这个高原期脱离以后 往下的流行区间要走 走一段时间 不会说今天六到八万 明天突然就降到一万例以下 不会的 它下来的速度也会跟上去的状况一样 是阶梯式的下降 阶梯式的下降 所以当我们到了六月底或七月的时候 可能总体的染疫的人率 会照我们全人口的 可能报告病例数 可能有20percent左右 可是实际的染疫数 可能就已经到30percent 所以李教授讲的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整个流行区间走完以后 大概会有报告病例数 20percent到25percent的人染疫 那在加季未报告病例数 可能就已经有三成的人会染疫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就是会走到六月底或七月的时候 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事实上我也观察 就是说包含我们邻近的国家 像这个日本韩国 他们的状况也是 他们是从1月15号 就开始这个流行区间上来 然后等到他们下来的时候 他们现在的一天的确诊个案数 像日本就几千例 韩国还有一两万例 大概就是经过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四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们严格讲 我们台湾如果用4月1号开始 四五六七 可能到七月底八月初 就会恢复到可能千例以下的一个案例数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就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形 大概是这样子 对 七月底的话 大概还有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家继续来在这个时间好好保护自己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昨晚今天突然一下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表示 台美经贸合作有重大突破 双方达成了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在六月底台美要在华府针对11个议题来谈判 当中还包括了反贪腐 吴钊燮表示在双方都有协商的意愿之下 相信这个新倡议 很快就会有具体的成果了 可是网友就酸说 没有合约 没有MOU 没有BTA 也没有FTA 然后就急着大宣传 难道跟美国人聚餐也要大内宣吗 会不会吃完21世纪烤鸡 还更能够刺激经济呢 昨天政务委员邓正中很哽咽地表示说 他等这一天 等了三十年了 这个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到底能够为台湾带来多大的福祉呢 李文 零 基本上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成就 这是完全的落空 这证实了我们所谓的跟台美关系最好 最后只是换来一场空 什么叫做倡议 就是现在在现实当中 还看不到还很难实现的东西 但是我们想要 所以我们拿出来做倡议 那台美之间不是史上关系最好吗 我们不是莱猪也吃了吗 不是说我们会换来台美的BTA FTA吗 结果居然是说关税免谈 那才是双方自由贸易的最核心的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自由地进入美国的市场 美国可以来台湾的市场 结果这些通通都不谈 那就不用谈啊 那你现在谈的这些 有的没有的 全部都是美国要的 不是台湾要的 然后我们的政府居然还能够拓面自干 然后还能够大内宣 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只是证明了我们完全是倒贴 这只是证明了我们让美国 对我们语曲语求的结论就是 那美国就可以把台湾的需求先放一边嘛 所以啊 CPTPP我们排在中国大陆后面 然后现在呢 所谓的印太 不是我们的政府也宣传了很久吗 居然没有我们的份 那现在补偿我们说台美 抱歉 拜登早就上台的时候就说过 他的任内不会有FTA了 我们还在做什么白日梦啊 现在随便拿一个倡议塞给你 里面居然要台美一对一来谈 我们的农业产品 哦 陈吉仲以前在当教授的时候 就告诉过我们了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农业会全部死光光 那现在呢 现在是放鞭炮在庆祝 欢迎吗 那接下来 在我们小朋友的餐桌上 除了莱猪之外 还会有撒农药的 还会有基改食品 那都要庆祝我们政府的重大成就吗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政院大动作宣布启动台美 21世纪双边贸易创议 6月底将在华府进行首次会议 就11项议题进行谈判 包含贸易便捷化 法制规定反贪污 协助中小企业贸易等议题讨论 但不涉及关税 更能有助于我 我争取参加CPTPP 以及印太经济架构 加入CPTPP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CPTPP美国根本不在里面 这个是单方面 我们可能要付出很多承诺 如果是换它不换药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意 民众纳闷 我们连莱族都吃了 但要求和美国签订BTA和FTA 全没下文 连新成立的印太经济架构 都不让台湾参与 如今突然冒出 21世纪新唱技 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狂酸 还不如吃21世纪口机 刺激经济 也说早日签署 就是没签啊 等于什么都没有讲 是在高校吗 还有人举例 这等于花了六年的时间 终于跟隔壁的正妹说了 以后能换赖 国内产业界更认为 应该要有实质进展 而且纽约时报还说台美终于开启谈判了 然后呢 我们在民进党的大内宣之下 我们不是已经谈了六年了吗 我们不是跟美国关系很好 每天都在谈吗 没有 根本没有得谈 所以啊 行政院怎么有脸 还开一个这么大的记者会 真的 觉得我们台湾人民都没有长脑 我们通通都是 可以让他这样子 一面倒的扭曲是非 然后跟着民进党 一起活在平行时空底下吗 这么重大的一个挫败 那表示美国觉得台湾这样子就好了嘛 然后说六月底开始要在华府进行谈判 谈什么 就我刚刚说的 美国我们不想要来的农产品要来了吗 还有就是高科技嘛 不就是这样吗 不能够再让台积电独霸一方了 所以美国现在扶植Intel啊 Intel要跟三星合作啦 那就是因为要改变台积电嘛 的现在的一个独霸的地位 那请问一下 这样到底是对台湾好还是不好 这用一个基本有尝试的人 都可以看得出来吧 当美国这样子步步进逼 然后我们还说 等了三十年 刚刚江启成委员在广告的时候 说得太好了 他说他是做官做了三十年了 我真的真的 台湾怎么会有这种官员啊 你看看就是我这边写的嘛 农业啊 还反贪污咧 太好笑了 那所以呢 那民进党政府就不能跟你谈啊 你不是反贪污吗 劳工啦 气候变迁 国营企业 非市场 反正就是没有谈到 我刚刚说的 市场进入的 所有的这些通通都没有谈 关税通通都没有谈 什么都没有谈啊 网友的 网友不错哦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哦 还以为是重大进展 结果呢 什么内容都没有 还不如是二十一世纪 烤鸡比较刺激经济 没错 早日签署就等于没签 人家根本没有要跟你签啊 MOU都还有个仪式 倡议连MOU都不算 连一个编都摸不到 然后我们还要在那边 开派对庆祝哦 太好笑了吧 我用听的都觉得很尴尬 难道跟美国聚个餐 也要大内宣吗 花了六年啊 终于可以跟隔壁的正妹说 以后我们可以换奈人 这样叫做重大成就啊 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 隔壁的正妹 已经要跟你结婚了吗 然后你现在回来告诉我 我现在等了三十年啊 终于有重大成就 有什么重大成就 明天要下定了吗 不是我们刚刚换到LINE 蔡英文说 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 是台美经贸的重要进展 日本政府拼防疫 也为人民拼经济 这简直就是自欺欺人 你相信吗 你不是国际贸易的 谈判专家吗 你可以这样子睁眼说瞎话吗 网友说 这么多台湾小孩走了 你都不在意啦 一碰到美国就要发文庆祝 他到底要转移焦点啊 看到反贪物就笑了 忘记贵党有个叫做阿扁吗 而且前一天才在立法院硬帮阿扁 除罪话 莱猪也吃了啦 武器也埋了啦 结果呢 连印太经济架构都进不去 阿为什么进不去 一个印太经济架构 他所有的友邦通通不看好 都说他这是一个空的 一个没有实质的东西 你回去参加CPTPP 日本每天求你回去 你不回去 一个CPTPP 中国大陆都排队排在我们前面 我们能不能够进得去 都完全没有一个谱 然后连一个空壳的印太经济 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是不好意思拒绝你美国 勉强参加的 勉强参加还不帮 还不愿意跟我们台湾当同学 怕被台湾代衰 怕被误会说反中 结果美国就说 对了 台湾你不要来 然后呢 我们还在这边高兴的半死 自己还在自嗨 在嗨什么 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 台湾的前途 从来没有这么暗淡过 然后国内疫情这么严重 人死这么多 还要庆祝 还要开香槟吗 真的太离谱了 不过蔡总统除了庆祝这个 叫做台美21世纪双边贸易倡议之外 今天还特别去视察了陆战队的六六旅 期间总统特别就拿起了这个叫做 红准反装甲火箭来比划比划 你看他把它扛上了左肩 然后呢 左边扫一扫 右边扫一扫 前面的小兵阿兵哥看到动都不敢动 旁边的国防部长邱国正看到总统把这个炮口转过来的时候 还吓得往后面退了两步 之后你看到他又把这个炮管对准的媒体开心的来摆拍 很多人说这样不对吧 第一个你炮口不可以对着人 再来了手指扣在板机上难道不危险吗 是不是犯了军中的大忌呢 好 其实总统当然可以去视察军队了 问题是前天空军才刚刚失试了一架AT-3的教练机 这肇事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呢 而且外头疫情还在延烧不是吗 昨天又增加两名幼童而且是小婴儿 在家里面突然一下猝死之后发现是因为染疫死亡 但总统却跑到部队里面开心的大玩装备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江主席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总统的心思到底放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至少应该要先关心一下军队的安全改革 或是应该关心疫情呢 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从上到下 宣传宣传再宣传 内宣内宣再内宣 然后没有内容 也没有实质 刚刚立文讲说昨天晚上出来这个政府开记者会 我有要宣布什么天大的消息 原来是要告诉我们倡议不是协议 是倡议不是协议 有内宣但是没有内容 什么叫等了30年 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把宣传看得走火入魔了 很多事情都想用大内宣 然后外销转内销的方式 然后透过媒体来掩盖很多 很多他执政不利 甚至人民已经怨声再大 他还是一样要用宣传 我跟各位报告 今天我刚从国防部考察回来 我是这个上礼拜 其实我们就已经约定好部长 要考察官部谈什么 谈为什么我们军购受到阻碍 为什么延宕 为什么美方在一些军购项目跟我们意见不一样 为什么答应了又不卖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议题 是配合部长的时间 结果昨天部长跟我讲说 很抱歉今天我要去陪总统 总统要视察部队 我心里想说 好 总统当然很大 总统要视察部队 当然你部长可能也不得已 一定要去陪 所以今天我们要照样去考察 但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我原本以为 我们的总统去视察部队 是可以视察到重点 最近不管是共级绕台 我们的教练级失事 甚至乃至于这些军购遇到的问题 你如果说去视察部队 是跟大家谈这些问题 来关心这些问题 甚至你去关心这个 AT3教练机的这个家属 我都会觉得说 在端午节的前夕 去绕军也好 去关心部队也好 去关心我们的国防也好 这总统该做的 部长也去陪 可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就在作秀嘛 你拿那个红准这样拿 你没有当兵就算了 我们所有当兵的都知道 上靶场也好 拿武器也好 只要不是在战场 你这个枪口一定是朝天的 怎么有可能拿朝人这样子比呢 对不对 这是表示你在秀 你不是真正在关心说 我们的国防上面 有什么需要再改进的 再加强的 你应该问部长 或者问这个基层的这些军事官兵说 各位辛苦了 到底我们哪些还可以再来做改善 做改进 即便是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的生活环境都OK 都可以 因为这一阵子因为两岸的关系不好 其实我们第一线的这个部队 压力都很大 AT3教育机为什么失事 我想除了说很多人说可能设备老旧 飞机老旧这些等等 管理上有没有问题呢 新一代的高教肌 即将要换装 这个有没有压力呢 课程训练因为共机绕台的问题 我们第一线的战备人员 其实几乎都随时是oncode的 那他们的压力大不大 我觉得这些才是你作为一个三军统帅 你应该去关心 而且即便在荧幕上要表现出来 你也应该表现这种关心的一面 不要让他觉得看到那个画面 是好像去作秀的 所以我才说这个政务从上到下 就是宣传宣传再宣传 好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儿童疫苗的施打状况 中正纪念堂的儿童接种站 昨天开打 蔡总统说 还要请荣总来支援了 80名的医护人力 一天的亮门就可以打2000个人 结果昨天一个上午打了几个人呢 结果是不到300人 医护人员站在那里哭等 柯文哲就感叹说 何必让第一线的人员来这里 不知道该做什么要干嘛好呢 这一次到底该不该开设 这个大型接种站 中央案地方也爆出了战火 双倍最火大的就是中央 事先完全没告知 那么王必胜就说了 其实很多市长晚上 都会打电话给指挥中心 像是陈其迈就天天都打来 这是很好的讨论方式 万里日总统开防疫会议 也不揪 指挥中心推政策也不讲 还怪地方首长说 没有天天打电话来请安吗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放声 这个没打电话来的台北市 或是新北市吗 其实不管是台美贸易倡议 出来开记者会既然是罗秉承 而疫苗施打 站出来和双北搭催购的 也是王必胜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那817万票选出来的蔡总统呢 他人在哪里 这个防疫还真的是看不懂 这我想可能连这个 洪子仁副院长也看不懂 因为洪副院长是医学的专业 但是你把防疫跟政治绑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真的不懂了 蔡总统上个礼拜五在关题 这是郑文燦讲的 找郑文燦去开会 那我一直很不了解说 到底全国各县市 当然也很奇怪 确诊最多的是基隆 我不晓得基隆是犯了什么 什么状态啊 为什么是基隆 那基隆很像是民进党在执政 那你为什么不找林佑昌去开 我不懂 那确诊率最高是基隆 确诊人数最多是新北 因为新北浮原大 四百万的人口 你也不找侯 从来不找侯友宜 你很喜欢找郑文燦 我都不晓得 这个是今天中午在这个 中正经验堂的接种站 观众朋友 站有多少人 台北市议员 钟佩晶就有两个人 里面有两个小朋友在等 两个人 比昨天还惨 那你开这接种站干嘛呢 那陈部长他非常的赖皮 他说我们没有抽单 明明你本来跟各县市约好的疫苗 就是变少了 然后你就说我没有抽单 然后你不够的报上来 这种标准的官僚的心态 各县市的疫苗 而且主持人你会发现很奇怪 六都有设大型的接种站 好 六都占了我们全国七成的人口 所以另外三层的这个各县市的 你不住六都的 你不配有大型接种站 你就只能去学校打或去医院诊所打 你不用 因为你们是次等公民 谁叫你不住六都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当各县市都安排好 在学校或是诊所接种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突然抓 那我要开大型接种 所以证明这个是超前部署吗 不是嘛 他就是标准的落后部署 发现大家都在排队好 那我就拨疫苗 疫苗不够怎么办 把原本要给各县市的这个抽过来 这非常的糟糕 主持人这个蔡总统这个 应该是右肩 不是左肩 这个左右要分清楚 那我不是很理解 这个是这个 赤真飞弹 那刚好这个江启臣委员在 我们当初跟美国买的 我们2017年就付了 七千九百万的美金 跟美国买 到现在一颗都没给我们 蔡总统你今天去刷包 而且我刚刚问主持人 主持人 我不怪你 江委员是海龙挖兵退伍的 视察海军图战队在室内 以后在室内打仗就好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李明仪师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 这波疫情 他有三个想不到 想不到高原期 比想象中长 想不到儿童的脑炎偏多 想不到死亡的个案 非常的集中的发生 好外界就质疑说 这台湾的高死亡率 难道不是医疗处置太慢吗 但他认为死亡率集中 反而是医疗得当的一个信号 好但是不管怎么说 其实像是陈秀熙就示警说 致死率还要两到三周才会下降 所以说不是应该要精准投药吗 要改善医疗量能紧缩吗 那六月到七月上旬 如果这些问题没改善的话 单日死亡率可能是病例会增加到 两百个人这么多 我们要请教一下 恒子仁副院长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说他三个想不到 我们都觉得很傻眼 你怎么会想不到呢 如果说像是脑炎 就是让儿童赶快给快筛 如果说像是你这个投药 不够精准的话 不是应该让大家都能够赶快拿到药吗 这些不都是可以超前步数的吗 是的 我想应该是说 这个三个想不到里面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形态上 就是说是有点在高原区 这个摆荡 这个有点想不到 事实上来讲在国外 之前我们也看过纽西兰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NPI的介入 所以让他们一直在高档区 就是我们台湾是六到九万 那纽西兰那时候是一点五万到两万之间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事实上台湾的这个致死率 确实我们从之前 从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在这节目上讲 是从万分之二 四 六 七 八 今天已经来到万分之八点二了 所以显然的话 我们目前的这个致死率 一定可能会突破 部长讲的万分之十 千分之一 这个一定会突破 这是非常清楚 那全世界来看的话 像这个纽西兰是万分之九点四 因为他们流行期都过完了 所以已经成绩都出来 就纽西兰大概就是万分之九点四 那日本跟韩国 一个是万分之十点七 一个万分之十七 那当然英国就是万分之三十四 那我觉得我们要到达 这个英国的三十四 可能会有点困难 更不要说香港是更高 是万分之七十八 但是显然我们应该是会 会突破部长所讲的 这个万分之十的这个界线 那另外就是说 死亡率来讲 看起来就是说 在之后的两周 即使我们确诊人数开始往下 但是因为之前有大量的人确诊 所以这之前的这个死亡人数 可能还会维持在相对 像现在的一百到一百五之间 会有一段时间 它慢慢的下来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避免怎么样 快速的投药 精准的投药 来让重症跟死亡的人数 可以降到最低 这是目前防疫最大的重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零到六岁免费领快筛政策 昨天上路 但没有想到领的人 没有政府想象得多 家长就说疫情四月就开始 五月就儿童死亡了 到早就已经求爷爷 告奶奶早就先买到手 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那总统说的一亿计快筛事迹呢 我也不晓得到底 这个疫情到底来了没 不过我再度强谈 那个很多国家 它是用送的 可不可以不要再买 而且应该是普发才对 那今天指挥中心讲这个 我简单讲一下 说确诊死亡 到底是不是24小时之内火化 我们从去年到现在 这个各县市的这个殡葬业者 都是这样执行的 这个是之前侯市长 他这个非常 这个觉得很遗憾 在去年他贴脸书 现在指挥中心跟我们讲说 没有规定24小时要火化 那我们这一年都会来 到底在干什么